哈囉大家好 我是Sony 今天要來開箱2024年 OK便利商店推出的 榮年歡喜福袋 一個是 168塊 沒有聽錯他們漲價了 以往都是100塊 今年 一次漲168 雖然是個吉祥的數字 可是 那個漲幅 是今年最高的 你是以CP值著稱的 你一次漲了這麼多 還能維持CP值的這一個路線嗎 壓力有沒有很大 但是你敢推出 你一定有上過啦 好 我們來看他這個 今年漲到168塊的福袋 是不是CP值 還是有維持住 這是今年大家 非常關心的議題 OK龍年歡喜包 甲乘龍年 魔力相連 暢想龍年 今年他們 一樣跟可口可樂 有很密切的合作喔 而且他今年 我不知道 裡面會不會拿到 這樣的可口可樂 如果真的拿到 真的會很驚喜 可口可樂 上面有龍 這個應該是龍年限定款吧 如果拿到這一個 我一定要拿去神明座面前拜拜 這個是你的 子孫辛辛苦苦 買到的 等一下來看一下 裡面會不會有這一罐 OK便利商店 服袋的背面 就是他今年 提供的獎項 首先 頭獎 1.5克拉的 賺戒 價值 29萬 去年只有一克拉 今年 1.5克拉 謝謝你 2獎 是 第一英藍牙喇叭 7獎 萬用不沾鍋 8獎 OK商品卡2000塊 9獎 按摩筋膜槍 10獎 水養肌 另外還有兩個 可口可樂的 氣炸烤箱 多層收納箱 他們的獎項還是這麼多 而且 說代代有獎喔 代代有獎 這款是我最想拿到的 可口可樂 上面有一隻 彩色的飛龍 連年龍韻 連年龍韻是什麼意思 上面有一隻龍 這種就有點那種 季節限定的感覺 龍年限定的款式 他放在福袋裡面 就可以讓你買到 你不用特別去買 我喜歡這一個 我家的神明祖先有福了 再來就是零食的部分 我拿到一個 新櫃派 蚵仔煎 我今年吃了超多蚵仔煎的 還有吃了超多的 可樂果 這兩家有大量的 自入福袋喔 還有 統一露燥麵 葡萄口味的氣泡飲 喔今天變冷了 你來的太適時機了吧 暖暖包 來的好不如來的喬 海酒水蜜桃口味 一張歡喜包的呱呱卡 12345678 我這個福袋裡面拿到8樣商品 168的福袋裡面拿到8樣商品 還有一張 呱呱卡 可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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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大 看它裡面的商品組合是什麼 它今年有5個商品組合可以讓你買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一包蚵仔煎 可樂果 金桂派 統一露燥麵 葡萄口味的氣泡飲 暖暖包 海酒水蜜桃口味 龍年限定款的可口可樂 呱呱卡 是的 我這一代又一樣了 我們先來刮這兩張呱呱卡 看我可以直接刮到什麼大獎 這兩張我都刮到13獎 這個13獎是 現金 平折價券 50塊 折5塊 滿額 要50塊才能使用喔 他寫13獎耶 可是他的袋子後面 只有寫到 10獎 看起來13獎就是安慰獎 他都說了嘛 袋袋有獎 所以 你應該最少就是會拿到 折5塊的 13獎 使用期限到2024年的3月8號喔 這兩袋就是我今天開箱OK便利商店 推出的福袋 內容一模一樣 買的時候 其實店員有說 他們今天有進了兩款 那因為我剛好買兩袋 所以我希望可以拿到 兩袋不一樣的給大家看 看一下裡面商品內容 店員是說 他們是透過條碼的方式去辨別說 這一袋跟那一袋有沒有不一樣 所以 有特別去辨別過 結果買到的還是一樣 所以 我無解 我無解了 就是看自己的運氣怎樣囉 那我現在拿到的是一樣的東西 可是今天 剛推出 聽說是 已經先出了兩款 所以如果你急著要買的話 你就有機會先拿到兩個商品組 你在晚一些日子買 應該就可以買到他今年推出的 5款組合 如果針對我買到的這一款來說 他一個福袋裡面 有8樣的商品 賣168塊 如同我一開始說的 他們今年漲價而且漲幅非常的多 那裡面的商品也有給你增加 所以 首要目的的感受度 打鼓 有讓消費者的感受度好一點 漲價跟漲幅是很現實的事情 你不可能凹掉它 它就是擺在你面前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有把他們 福袋的定位 CP值 磕在他們公司的牆面上 福袋在怎麼做 我一定要維持住我的主軸 我就是 要CP值 就是要佛心 定位明確 所以 他漲價還漲幅長那麼高 你有沒有發現 他 還是這一次便利商店福袋裡面 最便宜的 168塊 他很聰明 漲價漲那麼多 可是我再怎麼漲 我還是最便宜的 然後我又挑了一個 168的數字 兩全其美 另外就是OK便利商店 他沒有很突出的大獎 但是他的 獎項種類 非常豐富 除了這個CP值讓人家感受不錯之外 你的獎項豐富度也會讓人家覺得 我的中獎機率提高 也會弱化你沒有價值很高大獎的那個目光 現在古代已經到了這麼白樂化競爭階段 有沒有大獎固然很重要 可是你找到自己的 定位 更重要 所以我覺得OK便利商店 有穩住 唯一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 會員機制 你如果去看 其他家的福袋 大家在這幾年的 演進過程中 會越來越重視 他們的會員 福利 會員機制 連小北今年 沒有很突出的情況下 他們還是很重視他們的會員機制 做了很多屬於會員的福利 那 7 7更不用說 他在他的 OpenPoint的會員裡面花了很多的心力 全家也不用說 大家都不用說 可是 OK便利商店 這麼多年來 他們還是 沒有在會員這一塊 多做了一點 什麼 雖然說刮刮卡 非常方便 你刮就知道 你有沒有中獎 你不用再去登入 不用再去輸入資料 還要花那個工不用 針對消費者來說 我一刮就知道有沒有中獎 這個非常方便 這個體驗是很好的 可是針對業者來說 應該會希望 把客人留住 畢竟你都做福袋了 就是希望在這一檔裡面 吸引大家更多的目光啊 但是就是 謝謝你們 今年還是幫大家 維持住這個CP值 還是榮登的 最便宜福袋的這一個 冠軍寶座 因為大家都需要你 撫慰心靈啊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按讚 我們有一個好好的影片 我們會看到